大安森林公園 然後再找到它的名稱 山林公園 這個公園大家知道 叫大安森林公園 那大家 想到這個名稱的話 森林公園 首先你想到 這個是一個森林 現在大家看起來像不像一個森林 這個 就是这个地方 已经完工了21年 就是开放了21年 那么早期是定位 说是把它变成一个 自然森林公园 后来是变成 就是演变规划 成为一个让大家都可以 气息的一个公园 可是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会看到 就是说已经完工了21年 你会看到有些树 好像这个 在这个过去这10年里面 好像几乎没什么长大 那么这个其中那个就是说 我们通常就是知道 一个树要长大 通常就是说 需要几样东西 当然就是你要空气 要阳光 要水 另外就是要土 还有就是说你这个植物 就是说你的这个植物 然后另外就是人的照顾 那这个地方倒就是说 空气水跟阳光 它跟台北市其他地方是一样的 那这个如果说是你看到 旁边这些小公园树可以长大 这个地方长不大 树没有长大的后 就怀疑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树好像没有长大 那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说当初盖公园的时候 它的土质就说 就说很多都是泥土 然后粘土 然后粘土以后 它又压得太实了 整个就是说当初好像是盖飞机场这样子盖 所以整个压得非常平非常非常硬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根如果植物根长下去的时候 发现空气不够 它就是说没办法透气 植物就会长爆了 另外一个是选的树苗 以前台湾很穷的时候 种树都是从很小很小的树开始种起 反而就是说你时间长会比较慢 可是树根能够砸得很深 树苗可以就说 就是说等于没有受限制一直长上去 那后来就说你经济状况比较好的 树苗用的比较大 可是树苗大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 你要运输了 或者说你把树挖下来种 你会伤到它的根 而且把上面的树枝会修掉一些 甚至有时候把树干的最顶上 把它截掉了 可是一截掉以后 树本来应该要直直往上长的 它就往横的长 这样的话它就是 虽然说就算你其他条件再好 它往上长的能力就不见了 所以这些树的话就变成就 就说变成就长不到了 那么我们今天走这公园 主要就是说还是 以台湾原生种的植物的介绍为主 这个公园就是早期种了很多植物 其实不是台湾原生的植物 那么最近几年稍微有了改善 开始种一些台湾的植物 像现在我们现在看到旁边 就说这些 不管是清风或风香 这些就是台湾植物 可是你现在看到 同样你现在看这几棵树 你可以看到 有些树形基本上还是很好的 可是有些树形你看那个树形 上面是结掉的 这样的话你会 其实你不必等它长大 你大概就可以判别说 将来长出来以后 哪个树形比较漂亮 你会发现这些 就是说这些的树形 上面没有去掉那么多的 比较舒展开来的 将来它的树形 长出来会比较漂亮 那就是说像这种 这个清风 它主要是因为树皮长荣比较绿色 我们叫清风 这边主要是 看到主要是两种 这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 最多的荣树叫做正荣 那另外靠那边 有些荣树这个叶子尖端比较尖的 那个就叫做白荣 或者叫做垂荣 那垂荣是 就是台湾南部 就是像这个 恒春半岛 就原生就有垂荣 可是后来我们看到的 公园看到的垂荣 好像都是 反而是从国外引进的 那这种荣树的话 最明显的就是 荣树你会看到 很多的根垂下来 或者是树上 长了须根下来 它这个根 一方面 它可以 就是说帮它 就是说它等于说 是一个呼吸根 然后它这根 慢慢长到地上以后 它就是固定下来的 它慢慢又可以变成一个树干 这样的话 荣树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 树干可以 就是说 有多了这些呼吸根 长下来以后 它多了支撑 就可以无限的 一直往外伸展 所以一棵荣树 可以就是说 像这一大片草地 一棵荣树 就可以完全覆盖住 所以荣树 它是一个热带的树种 它为了 通常就是说植物在一个地方 森林里面要生长 它主要是要抢阳光 所以它的势力范围越大 它这棵树会长得越大 所以它就是为了让它 长得很大 然后它的支撑力又好 这个须根就是慢慢长下来 它就可以无限的往外伸展 就越来越大 大家应该认得 这是茄冬树 也就是现在台东的金城武树 就是茄冬树 茄冬树的话 你通常会认它的时候 你看它的叶子 就三片三片在一起 这个三个的副叶 然后另外你看它的树皮 树干会比较红 红啊 对那茄冬树的话 你看它就说 有的树你看它上面 结满了果实 有的树上都没有果实 那茄冬树它有分公的跟母的 所以你看那树 它上面都没有果实的 可能那棵树是公的树 那茄冬树这种树 它的果实很多鸟喜欢吃 就像你的一些斑鸟啦 或者是白头翁啦 红嘴黑杯都喜欢吃 你看来就是果实非常多 果实非常多的话 就是说它果实成熟 就可以吸引很多的鸟类 像这个 这个是一种 就是说 是一种榕树 我们叫做雀榕 因为它就是 可以吸引大量的鸟类 那么这阵子果实成熟的时候 如果说你要想要好好造一只鸟的话 就是说像我们这个 大安树林公园鸟很多 你如果说很多地方你拍不到鸟 那像这种果实现在开始成熟 开始紫黑色 你就是带着相机 躲在这个 在果实成熟的时候 躲在这种树旁边 就可以照到很多的鸟 对松鼠也会喜欢吃 另外的话 像白鼻心啊 这种野生动物也喜欢吃这种果实 所以它这个鸟就在结石的时候 那么大量结石的时候 是非常合适让大家来这边赏鸟 或者说是赏其他的动物 台湾海童 那这个海边的植物来讲的话 它就是要有些特色 就是说它常常会生 这种像台湾海童 常常会长在像岩壁上面 然后它通常的话 就是说它的叶子 通常是比较有格子的 所以它格子的话 就是说你太阳很大 风又很大的时候 像海边太阳很大 风又很大的时候 它的水分比较不会散失 那这种植物就是说 你的叶形也很漂亮 另外它的结果果实量也很多 它的果实 对 这边有果实啊 那同样就是说 这些果实也可以让 提供鸟类的食物 所以这是很适合 种在一个公园 吸引鸟的一个树种 你把它的汁截掉以后 它留下的汁液 流出来的汁液 隔不了多久 也许一两分钟就变成红色的 它等于说接触空气 它就变成红色的 就像流血一样 所以叫做血铜 同样就是说它在 结果的时候 你会发现鸟常常会过来 松鼠也会过来吃它的果实 可是你自己去尝它 其实没什么味道 那果实并不好吃 所以人的 就是说它吸引鸟的 就是说因素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因素 至少它或者说鸟的味觉 跟我们不一样 你去吃它的果实并不好吃 可是这种植物来讲的话 在就是说 食物医这个时候 我们的先驱植物 也就是说 你如果说有一块地 刚刚就是说被开垦出来 阳光很充足的时候 血铜还有另外的 像白桃子 这种是比较 最早长出来的植物 那么它 就是说它的种子 能够耐强光 它就是在强光的状况下 它可以发芽长大 那么这种植物叫做先驱植物 它长大以后 开始就是底下就开始有树荫了 有树荫以后 然后它又吸引一些鸟过来 吸引一些动物过来 那这些动物和鸟 到了这个树上 又吃它的果实的时候 大便的时候 可能把其他的种子又带过来 那它树荫 它就是说已经有一个树荫 底下开始比较荫以后 这种像有些种子 比较不耐强光的这些植物 就像后期的这些 我们像像樟树啦 或者是这种像一般的蓝 红蓝啦 这这类的植物 它的种子就有机会 慢慢发芽长大 对于有些竹子 竹子并不常开花 所以有些竹子是开花以后 它就说常常这种竹子就死掉了 那它就靠着花了 花结的种子然后再繁殖 我还没有看过竹子开花 这是竹子开花 看竹子的种类 对 那么大家看到这种竹子 跟后面的竹子 有没有不大一样的地方 这种是我们一般常种的绿竹 这个是种竹笋的绿竹 那这种竹子叫长枝竹 是台湾原生的竹子 那这种竹子长起来的话 就整个会秘密的重生在一起 事实上你中间几乎任何生物 都没办法穿透过去 这个植物其实大家都认得了 这个樟树 那么樟树 大家会觉得 竹树大家想到以前 想到竹树想到什么 想到 竹脑 或者 那 台湾原来就是早期来讲 整个台湾到处都是竹树 其实是台湾主要的树种 那么后来竹树为什么变少了 那当然大家知道是因为拿去做竹脑 可是竹脑大家想到就是说 竹脑只是拿来防虫用 在事实上这个竹脑有一个更大的商业用途是 以前的人拿来做赛鹿酪 赛鹿酪是什么东西呢 是拿来代替 以前的就是说 象牙用象牙饰品很多 那象主要是象越来越少以后 就想到用赛鹿酪来代替象牙 它等于说是类似塑胶 就是有象牙的这种特质 就可以拿来代替象牙当饰品 可是赛鹿酪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是 早期我们用的照相用的 或者说是在拍片用的底片 不是用塑胶做的 是用赛鹿酪做的 所以你会看到早期的电影 就是有些电影说放映机太热了 把整个胶油卷烧掉了 就是说赛鹿酪很容易起火燃烧 那后来发明了塑胶以后 赛鹿酪等于说就没有人再用赛鹿酪了 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用 是章树来治章狼 然后另外的话就说你真正用防虫用的章狼 也可以用人工合成的方式 找到一些替代品 所以章树现在就说已经没有人在砍伐章树 可是我们台湾的就是说森林里面的章树 多半都已经被砍伐掉了 那么章树大家想到章狼可以防虫 那去想到可以说种章树一定不怕虫 其实不对 章树上面虫其实是非常多的 章树是台湾那么重要的一个树种 那它的生态功能其实也很大的 除了果实会提供鸟的食物之外 章树上面会长很多种虫 所以说可以把章树吃光了 像叶蜂幼虫 然后另外的蝴蝶的清代凤蝶 它的幼虫也吃章树的叶子 这个一般现在在西边种很多 而且公园里面种很多 它是一个豆科的一种属于豆科的植物 这个水黄皮 那水黄皮它为什么叫水黄皮 它是有一种植物叫做 有一种树叫做黄皮 你如果说到中国大陆 或者是你到美国的这个唐人街 它常常就卖一种水果 跟龙眼有点像 形状比龙眼 就是说比龙眼大一点稍微不规则 它叫做黄皮 跟龙眼一样是无患子科的这个植物 它是一种水果 味道也跟龙眼很像 叫做黄皮 黄皮看起来树形叶子跟它很像 可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像黄皮 可是它是长到水边 它是一个豆科的植物 那么它是豆科的植物 开花的时候是粉红紫红色的 结了很多的豆匣 这个豆匣干了以后很轻 可以随着水飘到很远的地方 就帮它把种子带到远的地方去 那另外的话它也是很多种蝴蝶的石草 就是说很多蝴蝶的幼虫吃 这个水黄皮的叶子 像葱绳绒毛弄蝶啦 或者一些 OK 这就是水黄皮的果实 现在有人把它拿来当饰品啊 这个可以当做吊饰 这个 它就是干了以后可以飘在水上 大家好 难得那么漂亮的这个果实 可以让你们拍啊 这也是一种榕树 它 大家看一下它的叶子形状 叶子形状稍微有点像台湾岛的形状 这是叫做岛榕 对 这是一种榕树 所以它的果实就是 现在是最最漂亮的时候 也同样就是也是可以提供鸟的食物 这个当然就是说 为了解说 而且这种藤主要是数量非常大 否则照理来讲 这是不应该到处拔藤 这个藤叫做是很普通的藤 叫做鸡屎藤 当然就是也有中药的用途 就是说你平常在户外看到 常常会看到这种藤 它的藤你会看到它的叶子 两片是对生的 中间有像小耳朵一样的拖叶 这是它的特征 这种 有这种特征的植物 我们通常是把它归类成嵌草科的植物 可是基齿藤它的拖叶 常常会更明显很夸张 它的叶子形状 叶子形状常常会不见得是有时候会比较狭长有时候会比较宽比较大 可是这个 这夸大的拖叶算是一个比较容易叶子刃的特征 那基齿藤是有些要用 另外的话 你大家就是可以搓搓它叶子稍微味道比较重 所以有些人认为是属于一种臭味把它叫做基齿藤 等于是台湾以前种树有时代背景 你现在看的这棵树是 等于是叫做大叶庵 是早期 这是一种尤加绿树 早期的很多城 台湾很多城市的露树 都种大叶庵 所以你看到这棵树可以想像说 这棵树大概是在公园还没 这个大安森林公园还没僻建之前就已经存在 那么你现在看到上面 就是说已经有导龙把它的根开始生下来 这边已经被锯掉 如果不锯下来的话 它会绕着大安树干 而且一直就是到了地面以后 它是根到了地面以后就越来越强占 慢慢的话就会把这棵树整个缠住 然后甚至把它的树勒死 然后整个取代变成一棵榕树 这是